台铁公司重磅推出铁道旅游专案 第一次开放民众搭乘总统花车 10月还有11月以邮轮式列车开往花东 特别复刻前总统李登辉当时乘坐的专列编组 开放民众参观拍照 并且搭配了多项旅游行程 让很多民众都觉得很有趣 开向台湾最珍贵的铁道文化资产总统花车 里头布置由景观台出餐台富有满满年代感 就连台铁在1967年打造完成后 也曾再送前总统李登辉进行环岛铁路视察 这回更第一次对外开放展示 台铁改之后特别对这辆国宝及总统花车 维护保养这回首度开放 才邮轮式列车方式开行 以两辆R路柴电机车头 前引电源车三节举光号车厢 以及总统花车和客厅车 10月11月开始开往花莲台东 台地也吸收旅游业者搭配多项旅游行程 它全长20公尺 进入车内它其实会先看到 由6个欧式造型的高北座 以及大堂桌组成的会议室间餐厅 那继续往车仰走 会有男主卧室跟女主卧室 那从走到再往车端走便是会客室 另外之后在上路后 现在唯一车尾有寥望台的客厅车 也会在总统花车转列上加挂 为了复苏花莲民生经济和在地观光 花莲县政府从10月12号到10月18号 发放宣明每人3000元经济振兴券 不只花冬更要拼国旅 观光署也宣布优速专区再升级 以合法安心评价三大诉求 推出评价优质旅速 以平日双人房3500元的标准 全台共超过1700家 要洗刷国旅高风价的污名 提供民众平日出游更多选择 这里曾经渔林宇台北报道